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由食環處人員及區議員的撇騰客 來到中區蘭桂坊一大嘗試 隨行的區議員及食環處人員 就向高永文講解區內的衛生環境 及交通配套設施等情況 期間高永文向一些酒吧負責人 了解一下酒吧 怎樣棄置飲完的啤酒瓶 及廚餘的處理手法 沿途都有大批警員在場守護 及分隔人樓 高永文在凌晨時分 先去過尖沙咀山林道的酒吧區巡視 之後再轉往中環蘭桂坊巡視 而整個過程大約用了兩個衝突 期間未有回應傳媒的提問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雁城報導